這個就是這個支架的 出來的樣子 它是一個記憶金屬 網狀的 網狀的記憶金屬 我們這假裝是血管 這假裝是血栓 這個我們模擬 這個血管 然後這個血栓 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東西當然是收在 這個很微導管裡面 然後我們把這個微導管 就放入血管裡面 主要它經過了血栓 然後我們開始 你看它前端已經出來了 然後我們開始 把這個支架打開來 它已經打開來了 從前端打開了 它大概有兩公分多 所以它是可以整個覆蓋到 這個血栓 當它打開貼住壁的時候 血栓它就會 就會被它卡住 然後有些會陷到裡面去 我們通常會靜置個五分鐘 讓它有充分的接觸的時間 對 因為它必張開 支架張開以後 有些血栓也會陷到裡面 這個摩擦力需要一點時間 讓它形成 然後五分鐘後 我們就把這個支架取下來 我們可以看這個 你看 這裡面的黏土就跟著一起 就跟著跑了 出來了 這個黏土就是代表 我們血管裡面的血栓 對 就是血栓 就可以這樣子把它抓出來了 所以就大概就要這樣拿出來 OK 好 今天院長也特別帶過來 其實大家看到是放大超大板 其實真正就是這麼細的一條 這個算 這個叫圍導管 圍導管 好 那我們從前端這邊來看 它會變什麼樣子 我們現在把它打開來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這個支架它就是一種記憶金屬 它離開圍導管以後 它就記得要張開 所以張開大概4.5厘米 所以它打開以後貼住 那個血管壁 血栓就會跑進來 玩的時候我們就整個拉下來 再拉 拉回來 好 院長你幫我們往回拉 它會變什麼樣子 往回拉就是它就是 就收起來 收在裡面 了解 就這樣子把它給拉出來就對了 好 那麼我們也特別到雙和醫院 去拍了當天院長看診的狀況 那天我們在執行一個所謂的 追動脈支架的置放 首先我們當然就是跟家屬解釋一下 它這個狹窄的位置 這從哪裡放進去 從復古溝嗎 對 我們通常都是從復古溝進去 OK 那我先跟家屬解釋一下說 你這個肺筋 這裡太窄了 正常應該這麼寬 它現在只有這麼寬這樣 這個通常到超過70%以上的 大概就是除了吃藥以外 還是需要再做支架的脂肪 是 頸部有四條血管 對 這兩條是頸動脈 這兩條就是椎動脈 它另外一側椎動脈 事實上已經幾乎快看不到 它這一條開口狹窄 所以只剩它了 所以一定要處理它 所以我們這是在 我們的操作台上面 這個就是我們來 因為它只要局部麻醉就好 所以我們抽局部麻醉 所以患者其實是清醒的 清醒的 對 然後這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我們是有兩個球管 可以看正面跟正面 所以院長是在這裡 對 然後這個時候是已經 大導管已經擺進去 現在支架要擺上去了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支架 就上來了 同樣的它也是記憶金屬 所以我們只要把它 這個導管撤回來的時候 這個支架就自己會打開了 所以現在已經開始在打開了 所以它一直打開 打開到狹窄的地方在這邊 所以我們再繼續它會往下走 支架打開把血管給撐開 你看其實可以看得到 它一直撐有沒有 對 這個是預防 這個剛才說的是急性的堵塞 這個是因為狹窄 狹窄它也容易中風 所以我們是預防就放支架 好像有些追動慢狹窄的人 一開始會覺得自己好像眩暈或幹嘛 還以為自己只是眩暈 後來才發現其實是 對 很多病人都是這樣 就是眩暈或者有時候突然就是 無力 Drop up 那個也是可能的症狀 好 那結束之後咧 來 大概就是這個 然後這個是全部打開的情況 這個是before 就是原本的狀況 然後在治療之後就變成 血管是比較寬的 不過當然最重要的還是 但是病人願意配合 就像邱醫師自己本身 那麼很努力的再做一些 不管是穴位 或者是你剛剛提到說 你到普通病房之後 第幾天就開始做復健 然後甚至你回家之後 還是會做很多訓練動作 你要一個持續性的物理性的治療 來確定自己的力量的施展 是不是能夠回復到以前的正常狀況 還沒中風之前 那這個努力的過程 其實沒有人能夠確定 他的進展是怎麼樣 是說 但是我們一定要照按部就班的做 你一開始也不可能一觸可擊 就像我剛剛講 我做的這個所謂的腳接的 腳這個走路方式 你不可能在第二天或第三天 就做這個動作 因為你連力量都沒辦法施展 你說走那個一直線那個動作 那個都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我們大概要分輕中度 因為重度大概就臥床 比較沒有辦法再起身 或是只能這個依照 如果是輕度的中風病人 那麼通常最要緊的是 你起身的時候 你還很確定 你這個大腿的肌肉是不是有用上 有力 所以當我自己在做走路的訓練的時候 即便我走路訓練 因為一般都知道說 如果你走路如果是中風的人 那麼你以為你的走路 佔你的大腦論這是個常態 可是你很自然的手會稍微有點內拳 這個是在恢復期的過程 可能會有點內縮 那麼腳會有點外展 外旋 所以你在走路的時候會這樣子 佔一下 為什麼啊 因為你沒有辦法控制你的力量 控制得不好 它唯一的力量就是在你甩過來的時候 撐住那個時候 能夠讓你跨腳而已 就是稍微點一下 所以在這裡我要跟大家講說 在做走路的訓練的時候 那麼如果是您需要用輔助器 您就必須一定要用輔助器 可是在走路的時候 你一定要盯著自己的腳看 盯著自己的腳看 在走路的時候 很刻意的盯著自己的腳看 讓自己大腿能夠用力 所以變成是你每一步走路 都要步步回癮 你是要用你的意識 這企圖是用你的意識 去控制你的大腿肌肉去走路 而不再是只是單純的反射 我剛剛講的那種 這種走法是一種反射 是自然的走法 因為你不用去多想 可是如果你要每一步 要訓練自己的話 你必須要看著自己的腳 然後叫自己的大腿 應該怎麼用力 這樣子才有機會 讓你自己的力量慢慢的恢復 那麼我其實自己平常 就是會做一些運動 其實我中風之後 還是有做打球或是游泳的運動 自己在家裡面其實中過風的人 他那個天氣在變化的時候 那個舞力的感覺會突然間出現 你有感覺過嗎 這幾年 直到現在我都還偶爾會有一種 我好像又要來的那種感覺 真的喔 所以這個是 這不是好就沒事喔 當然 你如果一旦去想到你 因為我是清醒的狀況下中風 所以你一旦去想到你 當下發生的狀況的時候 你那個感覺會上來 你那個感覺會上來 但是不必然一定會真的會沒力 因為你那邊畢竟已經恢復了 只是那個感覺會上來 而且像我這樣子感覺的一個 病人朋友我問過 幾乎只要是醒著中風的人 都有這種經驗 有點類似像創傷後的症候群 那我問一個問題 你既然覺得那個感覺要來 你會怕說又中風 那個時候你會做什麼 比方說趕快讓自己 找個安全的地方 坐下來還是怎麼樣 跳脫 跳脫想法 就是你那個感覺快要來的時候 勢必你是在一個情境下 你的情緒比較糾結 那你會往那邊倒 這個時候趕快跳脫你的情緒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它不見得真的是身體的問題 而是我們的情緒的問題 對 有些病人認為說 我好像快要中風 可是去醫院之後 回診的時候做症狀況又是正常 其實大多是源自於這個 嗨 大家好 歡迎回到下週便當菜 那今天我們要教大家做的是 雞肉菠蘿糖醋燒 裡面的這個食材 就用得很簡單 用了乾香菇 蒜頭 紅黃甜椒 還有紫色的洋蔥 那另外這邊我們就用了糖醋醬 其實用了一些番茄醬 用水 一點點的鳳梨跟洋蔥 就這樣把它調製而成而已 開起火源之後 那把油先放下去 那接下來把蒜頭的部分放進去 洋蔥也放進去 乾香菇也放進去 一同先去把它做一個炒香 微微去把鍋子裡面的溫度 調這樣下來 蒜頭香菇的味道 都把它炒出來之後 接下來我就要放放山土雞下去 把它切成塊狀 筷狀大概3公分乘以3公分的那麼大小 就OK 3公分乘以3公分的大小就OK 那放下去的時候 稍微去把它有一點 台語講的煎得恰恰 恰恰的意思就有點 讓它上一些焦黃色上去 香酥感都把它炒出來 好 那接下來我要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其實鳳梨用鳳梨去做肉類料理 有助於肉類的軟化 是因為它裡面有了鳳梨酵素 精性組織比較多的一些肉類 就有助於它的一些軟化 鳳梨可以先放去把那種酸甜感炒出來 好 來 我剛才講的那個雞肉的上色 雞肉的上色其實就要像這樣的一個顏色 焦黃色 整個這個雞肉香味炒出來之後 而且差不多我們控制在五六分熟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糖醋醬就要把它放進去了 糖醋醬把它緩緩倒進去 好 烙鍋邊 那稍微呢 在鍋子裡面呢 就給它做一個翻炒 糖醋醬的部分呢 收進去在我們的整個雞肉裡面 然後讓它濃稠度呢 再度去把它做一個提升 好 接下來我們要放的是紅甜椒的部分 紅甜椒先放 因為紅甜椒它的組織呢 是比較稍微厚實一點 所以紅甜椒比較會難熟 所以我們先把紅甜椒放進去呢 去給它做一個拌炒 好 接下來我們把青椒的部分呢 也要把它放進去了 整個鍋子裡面呢就很繽紛喔 很精彩 好 當我們呢 開始拌炒到湯汁整個呢 稍微去把它收乾的同時呢 我們就準備要去給它做一個香菜了 下周便當菜就完成了 幾個恐怖的事實 尤其大家去吃火鍋的時候 紅肉 最猛的是什麼 豬五花 越油越好吃嗎 高鮮餅它也是很大的地雷 第一個最多的還是精緻的所謂的麵粉 德素飲食如果真的有做到 大概是一顆到一顆半的藥 我自己原來血壓大概100次附近 半年前開始吃 我的血壓現在晚上最低可以到100零幾 哇 哇